寒点淡仔岛被删除的建筑物 他们每一个我都很想念 快叫上淡搭子一起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被官方删除的建筑物 是老版本中的小黑屋 如果你还记得老版本小黑屋 那么请为我们被删除的老朋友小黑屋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老版本中的小黑屋 它的墙上画满了活泼可爱的兔子涂鸦 曾经老版本小黑屋的位置 就在淡仔岛的蹦床正前方 淡仔跳跃上蹦床 穿过前方的红色铁栅栏右拐 就会看到小黑屋入口紫色传送门 可是随着新版本淡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新版本淡仔岛上蹦床是存在的 可是我的淡仔 走到蹦床的前方右拐以后 看到的不是进入小黑屋的紫色传送门 看到的是一堵墙老版本的小黑屋 被删除了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无信你可以试试 第二个被官方删除的建筑物 是足球场曾经的足球场淡仔 可以走进去踢足球 这个黑白色交替的足球淡仔 使用前扑 可以把它扑到足球框中 足球进入足球框中后 足球就会消失掉 曾经足球场的位置 它就在淡仔岛的摩天轮的右下角 可是 随着新版本淡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淡仔岛中的蓝色摩天轮 还是存在的 可是在蓝色摩天轮的右下角 已经不是足球场了 它也被删除了 小伙伴们足球场建筑物 和老版本中的小黑屋建筑物 就是两个被官方删除的建筑物 在未来的日子中 你们会想念他们吗